而且我發現小貝貝加冷的話更好聞 就是我很少時候都會把小貝貝拿著 然後攤開對著冷氣的出風口 然後小貝貝就會變得很涼 我都會把它蓋在枕頭上 然後整個人趴下去這樣聞 超級香 我們 我跟哥哥稱這個程序叫做加冷小貝貝 把小貝貝加冷 超級舒服 加冷 越聽越斜叫 大家如果有小枕頭小貝貝也可以試試看 而且小貝貝打人其實很痛 我小時候跟哥哥姐的打架都會用小貝貝打人 小貝貝把他捲在他那邊超硬 然後我小時候都用那個打人 吵架的時候都用那個打 超痛 這是什麼邪教儀式 因為小貝貝抽人嗎 因為真的很暈 我來示範給你們看 就是要把他甩一甩 要這樣 先把他變成一個長條形 然後再對折 然後 把他轉一轉 超硬 這樣打人超痛 品寒打我 品寒創小貝貝小枕頭叫 可以模範還可以當武器 我小時候都這樣捲起來 打掉 超硬 好像有點痛 真的很痛 因為大家有的 只是會打頭 想說不懂是會打頭 大家不要亂模仿 但還是會痛的 雖然他軟軟的 但打頭還是會痛 小時候好兇 他這個虛虛也太強了吧 可是我捨不得剪掉 因為 這也是他的一部分 超長 小貝貝超香 居然露面了 他很常在直播露面 因為他太香了 呵呵